在赤柱海濱長廊對開的石灘上 一條又一條的黃立倉死魚 石灘上又發現一個裝滿死魚的發泡膠箱 海上亦有數十條黃立倉的魚絲漂浮 但有遊客說察覺不到石灘上有死魚 我覺得垃圾多了 之前在那邊 剛剛我才跟我的朋友說 我現在多了那麼多垃圾 異味我又不是很覺得 是 但看起來OK啦 比市區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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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更乾淨的感覺 嗯 那裏都沒有特別這裏什麼異味 沒有 只是看到說那些 那些人他們在提那個垃圾 這裏可能是造成污染到那個海魚 我沒有聞到什麼 在赤柱海濱長廊對出的石灘 我們見到有海市處垃圾清理隊 清理著這些死魚 將它們包成十幾袋的垃圾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主席張兆強認為 赤柱出現的死魚應該和垃圾無關 基本上這些魚 對它不會去搶垃圾去吃 第一個 第二個裏面它那個情況下 垃圾從我們這幾天的觀察裏面 它不會對魚的時死亡 張兆強認為 除非水溫變化或者出現洪潮 否則不會出現過百條死魚的情況 除非那個氣溫 水溫 氣溫導致水溫的變化 可能是洪潮的問題 不是來說不會有那麼多大量的過百條 張兆強相信 從赤柱的水流同方向判斷 寫魚應該不是由附近的魚排氣置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就表示 直到目前為止 漁護署沒有發現魚類進食膠粒後死亡的情況 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在市面上 檢取了超過200個海魚的樣本 也沒有發現膠粒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盛文報導